一个摆平大的空间 还有办公桌椅使用 这是桃园大园区的原住民族集会所 就设置在南港里活动中心二楼 未来将提供族人开会练习歌舞 与族语等等活动 也将聘请族人来协助管理 对族人来说 总算可以摆脱长期在自己家里 或是路边开会的困境 难得这个时候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集会所 因为我们过去开会 都是在街上 或者是在自己住宅 现在很方便 跟的是 希望是永久的 以后的使用上 大概就是以开会 然后上课为主 对 那这个空间大概你说一百 一百多瓶嘛 一百瓶左右 对 那目前的管理上 到时候我们会再请一位 原住民地收入的族人 来帮忙管理这个空间 桃园大园地区 原住民族人口有三千多位 大多是阿美族 族人就表示 是乐见属于区内的集会所 但对于传统集会所的概念 应该是要空间更广的地面 而非在二楼的环境 桃园市已在八个区设置 原住民族集会所 剩下观音 新屋 杨梅以及龙台 还没有设置 师傅期盼未来达到一区一集会所 满足族人的需求 接着我们这样把号桃园大语言采访报道